欢迎大家回来脆味厨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齋腐皮卷 腐皮卷简单易做 将所有材料炒熟 然后用腐皮卷起来 放一点油煎一煎 这样就做出一个齋腐皮卷 我今天就准备这些材料来做腐皮卷 首先就将红萝卜、沙葱、筍、冬菇、鲑鱼、鲑鱼 全部切丝 我就加了一些芫荽 如果大家喜欢吃芹菜或者西芹 都可以放一些下去 放沙葱就比较甜 如果买不到沙葱可以放白萝卜 都是可以的 先放少许油在锅里 然后我们爆香薑丝 然后放冬菇进去 将其他菜可以倒进去 一样一样炒了几下 然后再倒大羊 这几样菜各样都是容易熟的 如果大家用其他的菜 另外就要看下哪样快熟就放最尾 放沙葱或者白萝卜 都是出很多水的 所以煮时我们就不需要加水下去 不断炒 然后我就放了一茶匙糖 一茶匙盐 然后我就放入少少胡椒粉 然后我就放少少胡椒粉 然后我放少少胡椒粉 然后我就放少胡椒粉 然后我倒入少少胡椒粉 然后我倒入少少胡椒粉 以及鹏包菇切丝的 大家可以买其他胡椒粉 海鲜菇或者金针菇 拌均匀后,盖上盖盖大约3分钟 这样就完全熟熟了 打开盖盖,拌几下 然后倒入芫荽 同时可以放少许麻油 让它更香 麻油不要放太早 麻油煮得久,没有麻油味 拌均匀后,就可以关火了 今天我买的腐皮是方形的 我们拌出来,它是一块块,四方 我不需要用布擦拌匀 因为它很干爽,没有濕 我将一块摺开去四,剪出来 如果大家喜欢它脆,就可以剪小一点 如果剪小块的头 然后,万一有包包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腐皮来補 做完整了 所以,都是用大块小一点 好一点 炒熟了的馅料,我们可以放上腐皮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还有,让它多大 自己喜欢 我们就卷了一下 然后,接它两边 再卷 在口中 我们只需要塗少少水 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 现在我就卷大二卷 我就放些菜 我就刮烂了腐皮 在这里,你看见腐皮烂了 如果是太小 你就包不了了 这块腐皮有这么大 我们就可以再卷多一下 在环边那里,可以帮我们补够 这样摺进去 塗点水上去就可以了 水都会黏的 所有的腐皮卷 我都已经卷好了 现在我准备过锅 放少少油去煎 我放很多油 因为一会儿我继续炒腐竹 所以大家不需要放那么多油 放少少煎就可以了 把腐皮卷放进去 我们的油就不需要太热 一热它很快焦 放进去 所以我们要快手一点 不断转来看它 够黄味 一黄我们就很容易拿上来 因为这些腐皮很快就焦 我们准备一个网 或者隔膝 把腐皮卷放上去 让它滴少油 夹起了这几卷上来 然后我们先继续煎那几卷 不要一气都放进去 一下你转不切 就会焦的 放在网上滴少些油之后 最好是有些油纸 就沾上碟 让一张纸吸少些油 我有个腐竹卷 我已经煎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吃它 黄一点就可以煎久一点 但是记得是要看着它 它是很快焦的 现在呢 我就将一卷剪出来给大家看 做起出来很均匀 那些沙角吃下去也是很甜的 所以如果买到沙角 用沙角做 真的很好吃的 多谢大家支持 哪位网友未订阅 就帮我按一下当当 帮我分享给亲戚朋友看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给我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